欢迎收看本期的车温详谈 本期节目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台新能源中型SUV 来自于领跑汽车的C11 领跑C11的外观设计很圆润 但主流新能源车型爱用的设计 在这台车上你基本上都能找到 比如贯穿式的前后灯组 封闭式的中网 以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等 整体的外观造型还是非常耐看的 车身侧面造型非常耐看 并且显得比较修长 在车身尺寸的部分上 轴距为2930毫米 尺寸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内饰的布局很有科技感 三块大屏的设计是比较大的亮点 整体的用料方面非常的扎实 很良心 并且无矿车门还采用了双层玻璃 在动力系统部分上 有单电机以及双电机的版本 最大功率为272马力 以及544马力 单电机NEDC续航里程为512公里 以及610公里 双电机的性能版车型 则为550公里 全系共有三款车型 售价区间159800到199800 之前宝马官方发布了 新款M135 X-Drive的官图 外观的方面 新车基本与普通版宝马一席一致 只是在细节上有所调整 比如一字版处增加了M推章等等 整体是比较低调的 另外新车在颜色方面提供了三种专属配色 凸显其身份 内饰方面 宝马M135i更加的低调 除了方向盘与踏板上的M标识外 几乎与普通版一席完全一致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2.0T发动机 最大功率306马力 最大扭矩450牛米 与之匹配的是8速自动变速箱 并配备四驱系统 使新车0-100公里每小时加速 可在4.8秒完成 之前全新一代本田C与SI车型正式发布 相比较普通版车型 新车具备更加能力的运动风格 诸多外观运动套件的加持 能够让车辆具备相当强的视觉冲击力 不过稍显遗憾的是 新车将不再会推出双门版本 进入车内 新车将会整体沿用普通版本车型的设计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新车将会配备一款 带有SI徽章的一体式运动座椅 那动力方面 新车将会推出1.5T车型 供消费者选择发动机自驾功率200马力 相比较上一代车型 其实是有所下降的 传动系统将会配备的是 6速手动变速箱